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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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他的旗舰可是宛如行星般的巨大 周围军队部署更是非常严密 不过事实就摆在眼前 多巴司令之奥命令士兵们 将女儿卡拉拉围堵到一处电梯内 自己亲自来到现场了解女儿状况 尽管女儿向父亲说明 他是作为伊甸的使者来到此地 企图说服父亲能够与地球人和平共存 这样才是拯救所有人唯一的方法 不过父亲却因为母星近期不断出现著彗星坠落的异象 认为就是索罗传以伊甸带来的灾难 而且谁能够保证地球人不会反过来侵略母星 再加上女儿众目睽睽下忤逆父亲 自己身为统帅只能作为大家的榜样来个大意灭亲 然而不懂父亲立场的卡拉拉 想以怀的地球人的种来证明 两个不同的种族可以顺利交配 两个不同的种族可以和平交流 听在崇尚贵族体系的多巴司令而理 反而认为是乌鲁家族血统的大逆不道之罪 他气得拿出光剑想要将女儿就地正法 还好由乔丽巴挡下了这一刀 情急之下卡拉拉只好灵机一动 以遥控器卫装成小型雷射枪 反过来恐吓自己父亲可以瞬间将他击毙 总算顺利带着乔丽巴进入身旁的电梯内逃过一劫 而索罗传也透过伊甸之力的引导得知卡拉拉所在之处 以亚空间航行的方式瞬间来到敌方旗舰附近 试图撞出一个巨大的缺口 伊甸王也在这时启动 先是来一招全方位导弹齐发 岔挪间团灭掉一整个敌方师团 卡拉拉与乔丽巴便趁着情势混乱 赶紧搭乘小型太空船逃亡 得知卡拉拉未知的贝斯 连忙通知科斯摩赶去救援 但就在伊甸王即将顺利迎接两人之际 一发榴弹打中了卡拉拉的太空船 科斯摩等人眼睁睁看着太空船被击罪 当下悲愤交加 科斯摩的意念虽然透过伊甸之力 传送到多巴司令而理 却依然无法动摇他非我族类齐心必义的观点 好在这时伊甸之力为了卡拉拉附中的孩子 以防护罩将他们保护起来 这下总算是虚击一场有惊无险 伊甸王健壮立马将两人给救下 收容至科斯摩的驾驶室 赶回到索罗船逃出敌军的视线范围 但多巴司令依然不肯放过他们 眼看庞大的军队倾巢而出 打算以压倒性的火力 将索罗船众人轰杀 科斯摩本想拿出伊甸加龙炮 一发将所有敌军送上西天 却发现放置姜龙炮的仓库峡门 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损毁 大约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修好 但巴夫克兰军不会给他们机会 立马向索罗船发动猛烈的攻势 为了防止灾害扩大 伊甸王只要再度出发与顽强的敌军交战 即便如此 索罗船还是遭到重创 要是不快点想办法扭转战局 那么所有船员都会全部领便当 早已施心疯的谢利鲁 看着大批的伤患躺在伊甫寺 便以研究伊甸之力为由 再度抱走罗达的海子路 而此刻的多巴司令正部署着邪恶的计划 他打算牺牲几百位士兵们的性命 诱导索罗船与伊甸王 来到会心即将通过的轨道 并认为为了胜利 这点程度的牺牲是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 科斯摩等人透过监视器也 察觉到会心即将迎面撞上 现在要改变航道也来不及了 伊甸王只好赶紧回到索罗船上 将破损卡住的峡门强行扒开扔向敌军 总算取出伊甸加农炮 虽然害怕的路非常不愿意上战场 谢利鲁还是强行带他到伊甸王身边 将他高高举起 伴随着路的嚎啕大哭 顿时与卡拉拉腹中的胎儿 以及伊甸王起了连锁反应 谢利鲁非常不解 既然伊甸之力想要保护人类 为何却又差别对待成年人呢? 还好,路来得及时 伊甸王总算获得发射加农炮所需的能量 带科斯摩扣下扳击 伊甸加农炮再度喷出强烈的电浆飓风 以及伊甸之剑 瞬间把如星球般巨大的彗星 以及附近几百架敌军给轰得灰飞湮灭 虽然索罗船将防护罩功率开到最大 强大的冲击波 还是把路与谢利鲁给吹飞 谢利鲁也当场登出人生 灵魂瞬间剥离 让集结灵魂给带走 两人总算在另一个世界愉快团聚 路则是被伊甸之力保护 强行引导回索罗船 卡拉拉这时有了反应 立马离开伊甸王到甲板上去找路 刚好被科斯摩看到 被摧毁的彗星随即被伊甸之力压缩 化为数十颗流星 分别向地球与巴夫克兰星集射出去 准备执行天法 率先被砸中的地球 马上引发天象异变 各种天灾以及大范围爆炸 让地球的生命体几乎全速去零便当 不过巴夫克兰星更加惨烈 在皇宫内准备吃药的滋卧大地 当场被流星直击扎死 整颗星球还裂成了两半 所有生命全都领了盒饭 无一倖免 多巴司令即便得知母星毁灭的消息 依然贼心不死 痴迷着伊甸的无限之力 根本不觉得其可怕之处 还是妄想拥有伊甸王 就算假装合作也没有关系 这也是一种手段 哈鲁鲁则是早已有准备 他知道索罗船的众人不可能轻易死去 让自己的舰队哑空间跳跃到索罗船上空 以街弦站的漏搏方式意图侵占索罗船 科斯摩生怕卡拉拉与路有危险 赶紧离开伊甸王寻找 更像诸位驾驶员说明 要是两人挂掉 伊甸王就会失去力量 他们才是真正控制着伊甸王的人 面对数量众多的巴夫克兰军 索罗船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参战 索性卡拉拉终于在战场上找到了路 让伊甸之力再度苏醒 不仅发出防护罩抵挡住敌机光束炮的直击 还让索罗船能够启动亚空间航行逃命 按照科斯摩的推断 卡拉拉的孩子与路能够做到互相理解 所以他们才是被伊甸之力保护的天选之人 也是未来的希望 哈鲁鲁剑撞 依然号令全局紧随其后追击 发誓要将所有人全部歼灭 伴随着索罗船内部敌军逐渐减少 众人才有了暂时喘息的机会 赶紧来到生态室稍作休息 科斯摩接着说明伊甸之力 是由卡拉拉的孩子与路一起发动的事 全盘拖出给大家知道 接下来的作战就以保护两人为中心部署 还将卡拉拉的孩子取名叫弥赛亚 意味着救世主的意思 因为所有人都乐观地相信 借由弥赛亚 大家都会被伊甸之力保护起来 不由得当场开怀大笑 于是卡西亚决定留下来保护卡拉拉和孩子 更对科斯摩直接表白喜欢他已久 重回战场迎接第二波战斗的众人 行由刚刚的鼓舞 显然发挥出了更强的战斗意志 就在伊甸王准备再度发射加农炮的同时 哈鲁鲁驾驶的机械兽抓住了伊甸王的大腿后 科斯摩与哈鲁鲁随即开启钢弹惯用的聊天室 可惜两人的立场决定了彼此思考的出发点 完全没有和平共存的机会 伊甸王立即发射加农炮 将机械兽给摧毁 哈鲁鲁的逃生艇便顺势逃到了所船的生态室内 由于外头还有很多敌军要清理 科斯摩没有继续追击 哈鲁鲁与随从率先射杀罗达 紧接着卡拉拉的出现 姐妹俩开始对峙起来 姐姐指责妹妹就是一切灾祸的元凶 妹妹则反驳说道 互相憎恨与报复 才是驱动伊甸之力毁灭这个事件的根源 眼看着哈鲁鲁执迷不悟 卡拉拉说什么也要拼命保护孩子 本以为妹妹不会开枪的哈鲁鲁 眼看卡拉拉打伤自己 随即愤怒朝他还击 当场让妹妹抱头铲死后 马上搭乘逃生艇逃离此地 在前线战场的科斯摩 得知卡拉拉死讯愤怒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痛苦难过的贝斯等人 却惊讶到卡拉拉腹中的孩子还活着 而且生命力非常顽强 肯定是受到伊甸之力的保护 散发出万丈光芒 伴随着伊甸之光的扩散 逃走中的哈鲁鲁感觉到非常温暖 却依旧无法改变他 要将敌人赶尽杀绝的想法 在旗舰上的奥美财团总裁 则表达自己的担忧 原来多巴司令 仗者有最终决战兵器刚多洛瓦 是一个以超新星为能源 发动超巨大粒子炮的武器 一发就能让一个星球消失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把索尔船与伊甸王引导至射程内 场景回到索尔船这边 众人不解 既然卡拉拉附中的孩子被保护 为何卡拉拉会死去 难不成大人们都是像卡拉拉一样 将成为伊甸的弃子 回到奇舰的哈鲁鲁随即父亲会面 透露自己亲手杀了妹妹 虽然多巴司令强忍痛楚 无奈的表扬女儿杀得好 这样就不会玷污家族的血统 但哈鲁鲁却不是为了这样的原因杀死卡拉拉 而是出于忌妒 因为卡拉拉能够怀上爱人的孩子 自己的男友达拉姆却被伊甸王给干掉 多巴司令听到这里 再也不想把这荒诞的故事听完 随即扭头离去 清完杂兵暂时回到索尔船查看状况的科斯摩 总算知道伊甸之力真正的意图 了解伊甸之力恐怖的奥美总裁 认为母星早已毁灭 为何还要继续战斗下去 找了魔的多巴司令却说到 自己只是想和伊甸做个了结 让智慧生命体全部同归于尽 由伊甸孕育下一个时代 伴随着多巴司令一声令下 敌我双方的总决战一触即发 首先哈鲁鲁的部队试图以亚空间航行 逼迫索罗船来到钢多洛瓦的射程范围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方大军包围 伊甸王只好不断使用加农炮来清理杂兵 哈鲁鲁立马号令旗舰使用亚空间开溜 意图躲过伊甸之力的制裁 这时乔丽巴却向大家报告不好的消息 由于加农炮的密集使用 人员开始往枪塘外扩散 要是再射个一两发就会堂炸 恐怕所有人都会完蛋 伊甸王则是透过雷达 引导着科斯摩将加农炮移动到无人的宇宙区域 只见科斯摩扣下扳机 猛烈的电疆飓风 直接命中躲在亚空间内航行的旗舰 哈鲁鲁始终无法逃离遭到审罚的命运 肉体瞬间消灭 旗舰则则则则被轰烂了三分之一 见识到伊甸加农炮破坏力的奥美总裁 不想再跟咪笑的多巴斯林玩下去 准备闪尿开溜 却被多巴斯林给当场处决 全家都死光了他再一了无牵挂 只有不断地向敌人发泄自己的震恨、愤怒和悲伤 无论有多少牺牲都要干掉伊甸王 虽然科斯摩意图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卡西亚却在此时遭到榴弹的破片打中 当场临了便当死状凄惨 得知此事的科斯摩感到十分震惊 但是现在的处境无法让科斯摩怀忧上智 他终于发现敌人的意图 眼前面对他的就是钢多洛瓦炮击的威胁 只见钢多洛瓦发射超级巨大粒子炮 摧毁了一半以上的巴夫克兰军 更命中了索罗川 所有人即将丧命于此 还好卡拉拉的灵魂在此时保护大家 并将孩子托付给众人后 灵魂随即化为一道光束离去 虽然众人侥幸逃过粒子炮的致死攻击 但船内的激战依然在持续 只见所有船员在战争中逐一死去 天真的路也开始悲伤的哭泣 此刻的科斯摩则是在伊甸之力的引导下 利用索罗川的哑空间跳跃 瞬移到敌方旗舰附近 只见愤怒的伊甸王火力全开 大肆屠杀敌军 知道败局已定的巴夫克兰士兵们 再也不想陪疯老头玩下去 联合起来干掉多巴斯令 只因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为时已晚 审罚并不会因此而停止 伴随着钢多洛瓦再度发射粒子炮 意图摧毁索罗川以伊甸王 但此局也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伊甸王体内的伊甸之力瞬间全部释放 将整个宇宙全部摧毁殆尽 完成了审罚的审判 所有人就如集结生前所预言 众人的命运终将同时迎来毁灭 早已死去的人们 都藉由灵魂的行事团聚 一丝不挂坦诚相待互相理解 科斯摩再度与死去的爱人相会 贝斯终于见到了卡拉拉 诞生的弥赛亚也与路开心的玩在一起 真正实现了伊甸之力的希望和平共存 终于醒来的科斯摩则在卡西亚的引导下 与所有灵魂一同前往最终的归属之地 也就是宇宙的尽头因果之地平 所有灵魂的集结之所 整个宇宙生命体再度重启 这到底算不算得到救赎呢? 就请细心地看到最后的观众们 仔细品味父爷老头的恶趣味了 至于TV版的结局与剧场版有什么不同呢? 由于当时剧情被热令提前结束 所以剧情以各种角色的经典领便当场面 当然是三个精光 就在伊甸王即将顺利迎接逃走的卡拉拉与乔丽巴之际 一发榴弹打中了卡拉拉的太空船 因此触发了伊甸的毁灭之力 哈哈哈哈哈 全是伊甸的毁灭之力 伊甸的毁灭之力 全是毁灭之力 由于多巴司令与卡拉拉 无法把握伊甸给的最后机会 迪伍双方都拒绝了和平共存 因此伊甸解放了无限之力 把整个宇宙给摧毁 而这个力量的源头 就是卡拉拉腹中的孩子 如果有看过热血军曾介绍的 逆袭的夏雅被托帝家的指示 就可以理解此部作品与传说巨神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可惜这样的剧情来得太早 在剧情安排与节奏上 有许多处显得不这么严谨妥当 以当时观看的父母小孩来说 真的太过前卫 所以作品人气自然无法 与被托帝家的指示以及EVA相比 吉姆王这部作品在销售与口碑上 在当时看似失败 但其中所隐含的寓意与理念 却在多年以后深深影响到后世的创作者与作品 也算是无冕王吧 恳请帮忙热血军按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觉得热血军整理得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热血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级感谢赞助与广告点阅 都是团队们创作的动力 让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哦 请不吝点赞助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